滚滚土石沿着山壁不断崩落 挡土墙撑不住巨石 双向道路全断 恐怖场景树木连根拔起 大量土石清洗而下 阻断道路起码30公尺 这里是通往荷欢山 台十字甲线18.7公里处 台风过境风雨狂扫 这个月月初才摊坊两次 没想到一早九点 同一地点落石又崩 要到山区旅游的民众 全被塞在路上 行程大乱 就是暑假唯一排的这段假期 想说就是边走且站且看 公务段下午及时抢通 而同样是山区道路 台中和平台八县离山路段 也因为台风环流影响 边坡落石摊坊 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至于在彰化20也有树导意外 路数不敌狂风突然砸向路面 不偏不倚砸众停在路旁的银色轿车 幸好没人受伤 警方到场发现车辆就停在红线上 围停被砸 反倒被开出一张600元罚单 解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